目前美国正陷入两场战争危惧之中,尽管声称应付得了,可毕竟对美国是严重的消耗和牵制,而中国却可以作弊上官,令美国很是不甘,所以美国也总想给中国制造一个战争困局,让中国也陷入危机。 第一,乌克兰战争是拜登强力拱火的结果,虽然目标是削弱拖垮俄罗斯,以及增强对欧洲的控制,可达到目前这个份上,显然是美国受到了极大的消耗和牵制,虽然以哈战争是一个意外,可对美国的消耗和牵制同样是巨大的。 尽管美国声称可以应付得了,毕竟对美国的消耗和牵制过大,使得美国无法集中精力与中国进行激烈的大国竞争。 重要的是,这两场战争中国都是局外者,不仅可以坐山观虎斗,还可以借机给美国添一些麻烦,美国陷入战争困境,而中国却没有,这不是美国想要的, 所以美国或许也想着给中国制造一个战争危机,把中国也拖入战争困境,尽管中美两军的交流开始增强,可美方同时却在中国周边,特别是在南海墙里拱火,希望把菲律宾拱成第二个乌克兰,这样就可以把中国拱入战争困境之中。 其实拜登上台之初设定的对华战略非常明确,那就是通过推动印太战略,一方面借机推动建立反华联盟或印太版北约,另一方面在中国周边制造乱局,恶化中国发展环境或离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,这样才有利于美国在大国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。 然而不要说东盟国家坚定拒绝战队美国,连印度都选择了打退堂鼓,甚至于欧盟都公开拒绝战队和搞阵营对抗。 尽管如此,美国依然还是不死心,菲律宾大选给了美国一个重大的机会,小瓦克斯当选总统之后,迅速改变了此前的国策,不但选择了亲美,甚至于还开始不顾一切的反中,一下就增加了四个美军基地还不算。 竟然主动在南海向中国发起了严重挑衅,企图借美国势力使非法侵占的中国岛礁合法化。 这对于欲把中国也拱进战争困局的美国来说,是一个重大的机遇。 如果能够把菲律宾变成乌克兰第二,能把中国也拖入战争困局之中,对美国的印太战略似乎太有利了,美国就可能掌握住大国竞争的主动权。 一是可能会有更多的所谓南海主权声索国加入,这样会给中国增加更多困难。 二是可能起到离间中国与东盟关系的作用。 东盟不仅坚定地拒绝了战队美国,同时还在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关系,不仅热索得以鸿骨地推进,一带一路建设也在顺利地推动。 这对美国太不利了,如果能够见南海战争困局,离间了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,至少离间了中国与一些南海国家的关系,对东亚合作大局的破坏性会相当的大,对中国经济将是一个重大的打击。 三是可以借机把欧洲也拉进南海乱举之中,希望的是能够制造一个类似于俄乌战争的局面。 欧洲国家一直对于介入南海事务一直犹豫不决,一旦众飞在南海发生军事冲突,则很可能被美国拉进南海争端之中。 如果这三点都能实现,对美国的印太战略就太有利了,建立新反华联盟也好,或印太版北约也罢,就会增加相当大的可能性。 虽然近来中美双方军事交流沟通开始启动,可美国同时也强化了在中国周边的军事行动,菲律宾那艘坐贪人爱交的破船已经是破败不堪,如果得不到及时加固,就难以支撑多久,说不定一场台风就给刮倒了,因此飞方目前是急于登船修复,自然也就会不断派舰船寻机会突破封锁,而我方必然要严防死守, 这样双方发生擦枪的机会就大增,走火也就是时间问题了,而一旦这艘破船彻底倒塌,我方会立场清场,飞方再想登胶就只能是一战了,这也是时间问题了。 这一点美国人很清楚,为了给菲律宾鼓劲,美方常公开声称会履行共同防御义务,也就是会与飞一道与中国开战,而近来美国舰队也始终在南海周边转悠,美国的航母也进驻飞机地示威。 不仅如此,美国还在积极拉上欧洲和亚洲大国,在南海寻衅滋事,日加军舰已经出现在南海,据报德因也有意派出军舰来南海,连刚与中国修复关系的澳大利亚,都要与菲律宾在南海进行联合巡航了。 有了美国坚定的承诺,以及这么多国家的参与,目前就看菲律宾的小马克思有没有这个胆,对美国来说真有点万事俱备之前东风了,可是美国的这个算盘打敌山响,可能否如意就是一个另外一回事了,一方面是菲律宾到底有没有这个决心和胆量,在反华问题上这个弯转太快,在菲内部也存在巨大的分歧,重要的是把美国引狼入室, 菲律宾过去吃过的苦头,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忘记,如果菲律宾最后不敢一战,那美国这段时间也就白忙活了,另一方面是东盟国家会不会因此而疏远中国,从2008年开始,美国就在努力争取东盟与中国作对,以建立亚太班小北约,在经历了十余年的中美较量之后,东盟才下决心拒绝战队美国,而选择与中国加强合作, 也就是东盟作为整体已经基本上放下了,对中国崛起的担心与忧虑,这才有了如今鸿鸿的发展局面,再具全球化加速和世界关系严重碎片化的今天,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已经是最佳的选择, 尽管不能说中国与东盟已经形成了命运共同体,但也基本上形成了利益共同体,一旦东盟选择与中国作对或成为美国的棋子,加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, 而中美对抗加剧,参与不参与都会殃及吃鱼,只要东盟不参与,美国就无法搅乱局势,三方面就是中国不是俄罗斯,而菲律宾也不是乌克兰,南海更不是东欧, 选择在南海与中国打代理人战争,对美国的消耗和牵制更大,而中国要真下决心,不要说是菲律宾,就是与美国在南海开战,美国也无胜算,重要的是菲律宾真的支撑不了多久就会投降, 其实最重要的是,一旦南海开战,美国就等于是要同时应付三场战争,关键是这其中两场要面对的是中俄,这可完全不在美国的计划之内, 一旦在南海与中国陷入激烈纠缠之中,就会极大降低对乌克兰和以哈战争的支持度,特别是乌克兰目前已经成为了强弩之末,一旦俄实现了行动目标,这可不是前功近期的问题, 而是意味着美国的欧洲战略的彻底崩盘,而以哈战争有引爆中东大战的可能,如今伊斯兰国家没有对以色列采取更强硬的行动, 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顾虑于美国的强力支持,如果美国被中国牵制住,中东局势瞬间就会转变, 美国的全球战略同样会崩盘,因此拱火南海战争,那将是更大的战略错误,不知道拜登能否想到这一点, 而对于中国来说,南海一战确实有可能影响到与东盟的关系,也很有可能把欧洲势力引入南海, 对中国的合作大局,确实有可能产生重大的不利影响,然而由于乌克兰战争正处于关键阶段, 北约是不可能有能力介入南海事务的,相关国家表态要介入南海事务, 也只不过是给美国个面子声援一下而已,绝不会有实际行动,而东盟作为整体肯定不会介入, 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,相信没有几个国家会乐于这个合作大局出现倒退, 一旦东盟国家不疏远中国或不跟随美国,中非之战就一定只是一个小插曲或放烟火, 而一旦中国以武力阵住南海,那以后南海的局势反而会更平稳, 那可就真的是风雨过后见彩虹了,总之美国拱火菲律宾的居心不良, 企图把中国也拱入战争困惧之中,然而这个算盘可不会如美国的意。